XYG4比1战胜TKL 获得2024年KPL春季赛临时席位 XYG堪称KPL席位赛之王 六届席位赛全部晋级 但每次晋级之路都很坎坷 这次和MTG打到巅峰对决 可谓是相当刺激 最终XYG还是略胜一筹 而今天面对到K甲的第四名TKL 主教练是原XYG的葡萄糖 这场比赛可谓是老朋友交手 XYG在先输一把的情况下 换上一门后连班四局 最终以4比1轻松带走对手 XYG的主教练新杀确实有实力 换人的策略盘活了整支队伍 今天在BP上也把葡萄糖压制了 首局XYG其实是三线优的阵容 但选手并没打出优势 前期一直在B站 反而TKL这边打得很主动 15分钟打出了1万以上的经济差 XYG第一把直接被平推了 整支队伍就好像没睡醒一样 第二把XYG果断用一门换下了吸盒 一门果然不负众望 开局抢第一波中线 就帮助警师拿下了一血 随后在4分钟的龙团 一门的牛魔大闪到两人 然后吸引对方的火力 帮助XYG打出一换三 直接好 找几个掌 去说 看这个位置 夏洪的刀锁就去想来留火舞 中间拿到了牛魔的人头 但是压连这个位置 现在也很危险 夏洪的还想再留 没问题 有谁让他来 此时优势已经非常大 但TKL还是把比赛拖到了大后期 最后一波XYG秒龙的决策 做得非常好 抓住TKL三人在远端露头 秀斗配合九月拿下了龙王 秦川的亚连想强行切秀斗被躲掉了 一门的牛魔大闪到三个 想强杀这边的一个秀斗 杀得掉吗 我去 牛魔打三个 夏洪的击飞两个 这波秀斗保住了 保住了秀斗 还有风暴龙王 这边在顶在杀 这波秀斗伤害拉马 这波回头一击的来输出 但是某样的杀有点不够 流过一个顶 哇塞 我跟你说实话 这波这边要大败比啊 为什么没有把龙给拉脱呀 XYG打出一换二后 顺利一波拿下水晶 这把赢下后 XYG的士气上来了 第三把的宝弹计划也很成功 对面每次想强冲鲁班 都要付出惨痛的代价 随着十分钟的这波团战 TKL强切小鲁班未果 XYG拿上后直接一波平推了 这波脸蛋草双把大招开出来了 这波想杀小蛋子 你看你看你看 你看你看你看 看到了看到了 都想杀小蛋子 情犯一击人顶过去 闪现发现不对劲 赶紧跑 跑都跑不掉 这波九月 他是个天才 第四把XYG的阵容又拿捏了 鲁班大师加黄忠义拿出来 逼着TKL拿一套狠花的阵容 中魁加橘子加草操 这几个英雄连T2都算不上 XYG这把的进攻火力很猛 在五分钟就破掉了对方中一塔 XYG稳扎稳打循序渐进 先慢慢摸掉TKL的三路高地 拿萌后顺势一波拿下水晶 第五把九月掏出了绝火镜 XYG拿的是双合阵容 加罗打到大后期也是无解 只要盯住关羽就行了 XYG这波配合打得非常好 张飞大招吼到三个 今晚的项羽顶三个再击一个大招 TKL瞬间蒸发了两人 随后在比赛七分钟的这波 又是今晚的项羽一闪顶四个 九月的进绕后直接收割了 这波过后 场上的局势已经一边倒了 XYG拿下十分钟的双龙后 直接打了TKL一波团灭 哇 这直接让了 这条龙直接给项羽真怕拿到 走不停一个大招打到了 这怎么打一波了 一波了一波了一波了 上路有兵线 一波了十一分钟团灭 中路有兵线 XYG 我们又回来了 KPL 中路有兵线直接一波拿下水晶 XYG再次拿下了KPL临时席位的名额 不知道明年的XYG会有什么变化呢